心无止境,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我是肖芳 今天是2022年8月24号,星期三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米圣湾街道和人行道下沉,居民起诉旧军山 索德玛县城市正考虑禁止建造新加油站 拜登宣布联邦学生债务减免计划 为工薪家庭提供更多喘息空间 拜登宣布29.8亿美元军事援助以纪念乌克兰独立日 中国经起恢复已暂停两年半的APAC旅行卡持有者和留学生入境 香港新增7884宗新冠病例,政府不排除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泽连斯基说目前无异余额进行停火谈判并誓言将收复克里米亚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反对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来关注湾区新闻 乔报记者陈永清8月24号旧金山综合报道 据ABC七号台电视新闻报道 旧金山米肾湾社区的人行道和街道上 有从地面升起的裂缝和瓷砖 部分地段正在下沉 律师表示在任何建筑发生塌陷之前所做的报告中 他们说有50年内将有高达24英寸的下降 我们实际上开发不到10年 一些地区已经下沉超过18英寸 旧金山市市政府律师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 部分表示在购买前向所有业主披露了降沉降风险 此外这些人行道是私人人行道 业主有责任维护 乔报记者陈永清8月24号旧金山报道 据ABC七号台电视新闻消息 索罗马县的两个城市可能会加入其他几个 禁止建造新加油站的社区 这些建议因为城市将采取应对气候的变化措施 其中包括远离化石燃料 黑斯廷斯所在的基层组织反对新加油站联盟表示 我们认为2020年代不是建造新加油站的时候 温沙市的市长沙文表示 当加州试图转向电动汽车时 更多的加油站没有异议 下面继续关注美国新闻 乔报特约记者延天8月24号 华盛顿报道 周三拜登总统正式宣布了 本届政府的联邦学生债务减免计划 他在下午发表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强调 这份包含三部分内容的计划是负责任和公平的 他将有针对性地提供学生债务减免 以便为美国工薪家庭提供更多喘息空间 拜登政府还将最后一次暂停联邦学生贷款的长付期限 延长至2022年12月31号 这意味着借款人将于2023年1月起恢复偿还学生贷款 措施显示 年收入不超过12.5万元的美国人 或夫妻联合报税收入不超过25万者 每人可减免1万元学生贷款 由佩尔奖学金资助的借款者可减免2万元 该奖学金针对贫困学生 在拜登总统周三宣布联邦学生贷款债务减免计划后 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在内的多位共和党高层 分别发声对白宫此举表达强烈不满 麦康奈尔指出 拜登总统免除年收入低于12.5万美元计款人 每人1万美元的债务的决定 是有利于高收入人群的一次极其不公的财富再分配 他表示 背负学生贷款的人的中位收入 比美国人的中位收入高很多 研究过免除学生贷款的专家发现 免除贷款主要有益于收入较高的个人 而且拜登的决定也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 乔报特约记者言天8月24号华盛顿报道 在8月24号乌克兰独立日到来之际 拜登总统于周三正式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29.8亿美元额外军事援助 这也是迄今为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 规模最大的单比军事援助 这将使乌克兰能够获得防空系统 火炮系统和弹药 反无人机系统和雷达 以确保其长期自卫的能力 拜登强调 美国致力于支持乌克兰人民 继续捍卫主权的斗争 总统拜登周三称 在联邦特工本月早些时候 搜查前总统川普 位于佛州海湖庄园的住所之前 他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这是他首次对此事做出公开回应 拜登是在宣布新的学代减免计划后发表评论 根据搜查令 司法部正在调查川普是否违反了三项联邦法律 包括反间谍法 国税局IRS周三宣布 将取消疫情期间难以按照提交税表的纳税人的质纳金 IRS估计近160万纳税人将被免除总值超过12亿元的罚款 在9月末之前 该机构将自动对大部分费用进行返还或减免 2019年和2020年税表将有资格享受减免 纳税人必须在2022年9月30号前提交任何预期税表 才能免除预期费用 IRS表示减少受疫情影响的纳税记的罚款 将有助于他们处理积压的税表 美国国务院周三发布报告 批评北京试图操纵和主导新疆问题的全球舆论 以抹黑报告大屠杀侵犯人权的独立消息源 报告指中国通过战狼外交官 外国媒体和自媒体以及社交媒体网红 让网络空间充斥着他们的内容 操纵和新疆有关的叙事 报告指责中国政府通过多层次的参与 放大在新疆问题上北京想要的叙事 并让被美国等国称为大屠杀的相关叙事 消失或边缘化 不过北京此前曾多次否认这一说法 加州拟于周四批准一项法令 从2035年开始净受汽油动力的新车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将于周四对该禁令进行表决 这一举措将提高该州在2035年之前销售的电动汽车的比例 新举措被视为既能应对气候变化 又能改善公众健康的一种尝试 但一些业内人士批评加州即将出台的法规 很难让公司真正遵守 因为满足这一要求将极具挑战性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AM1450 美国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萧芳 今天是2022年8月24号星期三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随着疫情放缓 中国重新让停了近两年半的外国留学生和商务人士入境 因美日等至少14个国家的中国领事馆宣布 8月24号起 持有效学习类居留许可的外国留学生 以及持有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商务旅行卡人员 可入境中国 不需要另行申领签证 相关使领馆同时公布 会重新办理因疫情而停止近两年半的 长期留学人员X1自签证申请 不过针对入境人士的七天集中隔离 加三天居家健康监测的防疫要求不变 截止8月24号临时 香港新增7884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包括7677宗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及207宗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为5月以来新高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军24号表示 疫情声势加速 单日超过1万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并非不可能 若疫情持续升温 不排除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23号下午 西藏日喀泽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称 日喀泽市已对77名在疫情防控中 作风漂浮失职独职的干部 给予追责问责 其中免职10人 对12名成绩突出的干部火线提拔 截止23号16时 日喀泽市共有160名确诊患者 正在接受医学隔离治疗 其中重症患者3名 轻型152名 普通型5名 状态良好 由于出现了5名初筛阳性人员 青海省海燕县 24号19时至31号19时 实施7天的静默管理 静默管理范围为县城所有人员 包括常住人口 赞助人口 临时流动人口 务工人员等 海燕县是中国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东南部的一个县 总面积4853平方公里 是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 一周前 加拿大议员代表团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 访问台湾 探索贸易机会 中国警告称 如果加拿大干涉台湾 中国将采取有力措施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23号晚间 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敦促家方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加拿大自由党议员朱迪·斯格罗 上周表示 加拿大台湾议会友好小组的成员 没有得到加拿大议会的行政或财政支持 他们一直计划在今年10月访问这个自治岛屿 中国国台办24号的新闻稿说 海协会会长张志军 24号在江苏昆山 会见了来访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一行 两人是老朋友 都曾担任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的负责人 曾共同参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张志军和夏立言会面 就当前两岸关系等交换了看法 中国台湾中央社发布的消息称 台湾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24号晚 与中国大陆海协会长张志军参训 席间夏立言传达了对军演的不满及忧虑 知情人士称 中国外汇监管机构24号致电多家银行 警告他们不要大举抛售人民币 这是官方对近期人民币疲软 感到不安的新迹象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在下跌 24号早些时候 人民币对美元触及两年的低点 6.8704 4月份迄今已下跌约1.8% 部分原因是美元因美国利率上升而上涨 同时也是对中国经济放缓的回应 人民币8月份的跌幅 是自今年4月以来最大的跌幅 当时中国下调了银行的外汇储备 来支撑人民币 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 23号发布2021年度中国零售百强分析 报告称传统电商零售增速下降 往下实体电消费呈现恢复性增长 往下实体电零售额同比增长12.7%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电商零售百强 电商企业销售规模增速出现明显下滑 从2020年的30.1%增速下滑至19.3% 较上年放缓10.8% 但头部电商平台的聚集效应在进一步加强 京东天猫等四家电商平台的销售规模为9.4万亿元 占据百强总销售额的比重为77.8% 较上年提高3.3% 与此同时 线下实体电消费呈现恢复性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 2021年往下实体电零售额同比增长12.7% 百货、专业店、专卖店、便利店在居民消费 特别是升级类消费快速恢复的推动下 均实现10%以上的较快增长 在停运翻新一年后 全面升级的香港第六代山顶缆车 将于27号重新投入使用 届时乘客后车的时间会缩短超过七成 香港山顶缆车自1888年开始启用 全长约1.4公里 从早先的交通工具转为如今的旅游景点 是香港的地标 134年来 山顶缆车不断升级 即将投入运行的缆车属第六代 相较于上一代的酒红色车厢 翻新后的新一代缆车改用墨绿色 新车的高度于上一代一样 长度则增加近一倍 全车载客量由过往的120人 大增至210人 从10月31号之后 山顶缆车将实行新票价 成人单程车票由37元上涨至62元 来回票价也由52元上涨至88元 涨幅近七成 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24号在国家独立日发表讲话表示 乌克兰将为收复所有领土而战斗到底 泽连斯基说 我们将为我们的土地战斗到底 这没有任何让步或妥协的余地 乌克兰要收回的领土 包括自2014年以来 被莫斯科支持的分离主义 分离分子控制部分地区的顿巴斯盆地 以及同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 英国首相约翰逊 24号在乌克兰独立日当天抵达基辅 并开始进行访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约翰逊举行会谈 并参加了一系列的独立日纪念活动 泽连斯基指出 这是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约翰逊对基辅进行的第三次访问 他强调 乌克兰有幸能够拥有像约翰逊这样的朋友 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 在乌克兰独立31周年的这一天 北约30国代表与乌克兰代表 24号在北京举行纪念活动 向6个月来抵抗俄罗斯非法入侵的乌克兰致敬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24号在推特上说 在乌克兰独立纪念日 我深感骄傲地与乌克兰驻华大使馆的临时代办 张纳列钦斯卡和北约所有30个成员国的代表 一同在北京 向6个月以来为抵抗俄罗斯残暴非法入侵 而奋斗捍卫自身民主的乌克兰致敬 伯恩斯贴出了北约30国代表 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门前 展示乌克兰国旗集会的照片 他还表示 我们与乌克兰团结在一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23号在出席新闻发布会时表示 克里米亚是乌克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乌方将通过任何可用的手段 收回被俄罗斯占领的半岛 他强调 我们将自行决定 不与任何其他国家协商 泽连斯基还提起 乌克兰方面目前还没有准备好 与俄罗斯进行有关停火的谈判 因为乌方不想重复 明斯克协议的负面经验 这导致该国失去对其领土的控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3号表示 土耳其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反对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 埃尔多安在发给由乌克兰主办的第二届 克里米亚平台峰会的视频讲话中说 克里米亚回归乌克兰 它是乌克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本质上是国际法的要求 克里米亚平台是乌克兰的一个国际协调机制 旨在引起全球对俄罗斯在2014年 非法吞并克里米亚的更多关注 据日经亚洲24号报道 欧盟和东盟将于12月首次举行 举行首次由成员国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峰会 讨论扩大贸易和基础设施合作 欧盟希望寻求加强与东盟的关系 并制衡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 报道援引一名欧盟官员的话说 这一跨集团峰会将于12月14号在布鲁塞尔开幕 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前几次峰会 是由代表欧盟执行机构的欧委会主席和高级官员出席 这一次东盟和欧盟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峰会 泰国政坛24号突然陷入危机 宪法法院当日宣布立即暂停总理巴玉所有职权 以便审视他的总理任期是否已经超出宪法规定的八年限制 在宪法法院做出裁决之前 副总理巴玉将代行总理职务 不过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 宪法法院做出不利于巴玉的裁决的可能性不大 现年68岁的巴玉 2014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 推翻英拉政府后上台 他虽承诺尽快回归民主秩序 但他上台5年之后才举行首次立法选举 由此为继续把握政权赢得合法性 期间民间的抗疫运动 尤其是2020年的大规模抗疫集会 并未能动摇其统治 新冠疫情爆发 显然更使他得以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宪法法院24号的裁决可以说是他8年来首次严重受挫 斯里兰卡经济危机未见缓和迹象 政府24号宣布扩大进口禁令 家用电器、家电产品、工具机和运动设备等300多项商品 被列入禁止进口名单 据斯里兰卡央行的数据 斯里兰卡今年经济可能萎缩8% 9年9月前通膨预估将达到65% 创下历史新高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代表团将和斯里兰卡高层举行会谈 商讨债务重整 外汇短缺导致斯里兰卡4月陷入债务违约 斯里兰卡目前外债金额约511亿美元 非洲西南部国家安哥拉24号举行总统大选 现任总统劳伦科和极具个人魅力的在野领袖朱尼奥争锋 这将是该国民主史上竞争最激烈的选举 安哥拉目前的经济陷入困境 加上新冠疫情南部干旱 前总统杜桑托斯逝世 这些因素使得当地政治社会形势雪上加霜 今天节目最后时间我们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上涨12点04点 涨幅0.29% 报收4140.77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59.64点 涨幅0.18% 报收32969.23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50.23点 涨幅0.41% 报收1243 1.53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萧芳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